大家好 我是金鈴 今天是我飛去美國之前兩天 還有兩天我飛去Boston 很開心 今次我是搭直航空機的 所以我2月4日香港時間飛到美國 2月4日的美國時間就會到達Boston 有沒有人在Boston 今次我會逗留兩個星期左右 這兩天就拍一下我在Boston之前有什麼組 其實本身我今天是要回TVB再錄一些view 不過因為我又生病了 唉...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又感冒了 所以我的聲音你也聽到應該有點蒙 所以就錄不到view 可能就要我飛回來之後再錄那些view 因為我也想我節目裡面那些旁白的聲音 都是最佳狀態下錄出來的 所以我也是打算等我17日回來之後再錄它 我想說今次我感冒 買這個很久以前 它有兩隻 一隻是感冒清熱 一隻是感冒紙咳 如果你是不想吃西藥的話 我覺得它是挺合理的 我想中性藥是一定沒有西藥那麼快去幫你止住那些鼻水 但是我也覺得它是OK的 昨天下午吃完我就很睏了 晚上吃完之後 好像早上起床是少了一些鼻水的 每一次吃完之後 都是少了一些鼻水的一段時間 但是隔多一會又會出一些鼻水 我現在這個狀態是在少鼻水的時間來的 希望待會不會流很多 三十多元有六包 希望我吃完這一劑 去Boston之前會沒事 好了 今天我們再出去看看有什麼可以拍給大家看 因為我沒有試過搭西鐵去Tube 因為我今次要去看一條影片 那條影片就在情人節我的Facebook看到了 然後我發現了現在那些西鐵 然後上面已經變了電子屏 好久沒來的屯門公園了 我現在是抱著腳架這樣走 好重啊 好感慨 我找了很多中學同學幫忙拍這條影片 但是我們同屆的都不殺業 已經出去工作了 全部人都不在屯門了 感覺是回到這個大家都不在的屯門 我還有什麼意思 屯門公園 鳥羽花香 請問從這裡怎麼可以走到屯市 是不是這條橋一路 一路走過去那邊應該是屯市的 我今天在飛去Boston之前還要去拿衣服 拿陳本欣姐給我那件羽絨 在新團中啊 去完屯市 還要去新團中 這個噴水池的位置 是我應該從很小很小 五六歲的時候 就已經在這裡拍過一張照 到現在都沒有變過 是一件很值得讚嘆的事情 是沒有變過的 以前有來過這間市秀室 不過不太喜歡這間 我還是喜歡Tinsley那間 但是天上有個街已經灌了 哇 來到新團中的商場 我是幾多年沒回來這裡 回來要找一個美景洗衣店 在哪裡呢 哇 這裡其實都沒什麼變過 好神奇 有沒有人住在新團中的 美景洗衣店 很多 差了 呃 想拿一件護膏洗衣店 可以見嗎 好 好 不要緊 因為我的腳夾在後面 耶 我的陳沛欣的衣服 這件是我問陳沛欣借的長羽湧 她去完哈爾濱穿這件是抵抗過零下30度 這件也是在韓國買的 她來找我買的 因為她說回大陸後衣服很髒 所以一定要乾洗了才給我 所以我現在就在洗衣店拿她的衣服出來 完成 我最後一個任務 終於要飛了 有沒有留意我跟上次飛去韓國穿同一套衣服 為什麼會穿one piece呢 其實是上機的時候 腳沒那麼有東西綁著很焗 所以我上機通常都會穿裙子 好 我們在Boston見 好漂亮喔 現在跟她去church 她要彈琴啊 好冷啊 在哪裡啊 這麼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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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Boston的第一天 其實我今天是有點傻子 5點多我就已經不斷吵醒了 但其實今天剛剛也要早起的 現在是10點多 她要回來 因為她要彈琴 她現在就在上面 我想我已經很早就會很累 今晚的凌晨12點就是我生日了 在Boston的時間 但現在過了一兩個小時 就是香港時間 我的生日了 帶著了這個紅色的項巾 其實是我很久以前 買給我媽媽的 是在韓國買的 但是剛剛最近鬼怪 又很熱的那個紅色的項巾 所以我就帶了過來 好 那我們待會兒再見啦 拜拜